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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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看一看上一次这一题 上一次这一题很简单的 有同学有问题 两个板 两个金属平行板 构成一个电容器 这个当中呢 有两个 界电值 OK 好 那当然这边会有 电压V 我们上一次是说 这个里头啊 电厂 到底是什么值 对不对 这个我们只要做一个高丝面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大高丝面 这样子 或者是说 嗯 你就做到上面好了 这个做到这里 做这里比较好 你做一个高丝面 好 这样子 好 这个呢到这个边缘 到这个边缘 好 OK 我们知道 这个地方都没有电厂 电厂都在这个地方 都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 因为这里有Q 这里有QF 这里有-QF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电厂 E1 跟这里的电厂 是E2 好 好 我们问题就在这里 好 我们现在要问 它这个表面 它的Sigma i 是多少 好 我们用 我抗议 我用什么符号 Sigma s1 Sigma s1 就说 Surface charge Sigma s1 那这个我们怎么做呢 用高丝定律就可以了 高丝定律 你用这个高丝定律 你用这个高丝定律 enclosed f 那你这个面做成这个样子 高丝面 它是一个 盒子 不是这种路径 一个盒子 那我们就知道 你这个 只有这个地方 会有 有这个 有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D1 D1 D1乘上这个面积 要等于Sigma Si 乘面积 所以 所以呢 这个 这个阅调 所以 Sigma S1 就等于D1 这就等于 它是出来的 就是正的 所以 这个就等于这个 Epsilon 等于这个 Epsilon 1 乘上E1 对不对 好 那么 如果你要看这一边的话呢 E2 要怎么办 你就坐这一边 你就坐这一边 高丝面坐在这里 好 又画错了 高丝面坐在这里 你坐一个高丝面 高丝面 这个地方 你也用这个式子 这个DA是朝上 好 这个 我们拿这个 这个 高丝面来讲 朝上 这DA 它的电厂是朝这一边 对不对 电厂朝这一边 这两个 符号相反嘛 所以 我们从这个式子就可以知道 Sigma S2 要等于负的 D2 就是负的 Epsilon 2 以主 用高丝定律就可以做了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往下看了 上一次我们是谈到 电容器的漏电 漏电的时候 它的电阻 漏电电阻 漏电电阻 我们导出了这个式子 Rc 要等于 也可以 这R可以写成G分之一 电导分之一 然后这个是 Epsilon over Sigma 我们导出这个式子 那今天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我们要求 以下电容器 每单位长度的漏电电阻 哈 好,第一个是 是什么呢? 是一个电缆线 电缆线 它是一个同轴的电缆线 这个里头电缆 里头这个导体是一个实心的 是一个实心的 你把这个电缆 你把里头当做是像这一边的 I 那这个I就是朝这一边 那这个当中啊 这个导体跟这个导体的当中 是由某一种界电值所构成的 这个是由某一种界电值构成的 我们讲听它的电缆率是epsilon 这无限长 求这个电缆线 它单位长度的 单位长度的这个漏电电阻 好,这个我们要怎么做呢? 你看,我们要求的 这个就是漏电电阻 漏电电阻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 R 我们从这个式子 就得C分之epsilon 那么当然你这个导体 它会告诉你 它的这个导体 它的电传导系数是这个了 好,那么如果是单位长度的话 我们这个就用CL 这个就用RL 就代表是单位长度的电容 这个是单位长度的电阻 这种电容器的电容 我们应该算过 就我们以前做过 我们知道这个CL 我就不再做了 它是等于 2pi epsilon over natural logarithm b over a 这个是a 这个是b 以前我们算这种 h高的 h高的 同轴电阑线 用c 这里有个h h高 h出过来就是CL OK 好,这个单位是 法拉 permeter 法拉permeter 那现在我们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带入第一的话 我们就得RL 要等于 2pi sigma分之1 natural logarithm a分之b 那它的单位呢 就是ohm 这是ohm吗 permeter permeter OK 好,第二个例子 我们看的是 半径都会A 就是说像这个 以前我们也做过 有两根电缆线 无线长的电缆线 无线长 这是无线长 这个半径是a 这个半径是a 这个距离呢 我们用 d 用大d来表示 这两个导体 用这个 空气绝缘 你也不一定要用空气 我们这个当中假定是 电容率是y的绝缘体 它每单位长度的电容是什么 我们还是用那个式子 还是用这个式子 RL 要等于 CL sigma分之y 好,那现在的CL是什么呢 单位长度的电容 我们以前算过 我用什么 用影像法来算它的电位 然后由电位来求电厂 对不对 电位差求电厂 算过 以前算过 我就把这个写出来 hyperbolic cosine d over 2a pi epsilon 这个还是 phalapometer 好,代入第一是 我们就得 rl 要等于 pi sigma分之一 hyperbolic cosine d over 2a 好,然后我们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 用logger来表示 我们以前都讲过 也可以用这个表示 这个就是比较 里头的项目比较多了 好,我们在上学期有讲过 那这个单位就是 欧姆 permeter 好,那这个是每一公尺 有这么多 这么多欧姆 每一公尺 那现在 我要问 如果像这种平行的 像这个也可以 无限长 无限长 那个也是平行的 那问它的 你知道rl是这个东西 每一公尺这么多 现在 十公尺是多大 十公尺的电阻是多大 那个十公尺电阻多大 每一公尺是那么多 我们用l公尺 我们用l公尺好了 好吧 通租租 通租也可以 那个平行的也可以 总电阻 多少 应该是多少 应该是L乘上RL 还是RL被L除 是哪一个 想一想看看是哪一个 你要找出它的原则 对不对 你不能凭空乱拆 它有这么长 每一公尺的电阻 是什么电阻 从这个导体到那个导体 从这个导体到那个导体 这个也是从这个导体到那个导体 所以你画出电阻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边也是这样子的 那就是说你画出来的电阻 你可以把这个分成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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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段一段 其实它没有断掉 我是故意画给各位看 这个是单位长度的电阻 这个也是单位长度的电阻 这个也是单位长度的电阻 都是RL 都是RL 那这些电阻的总电阻是什么连 是什么连接法 串联还是并联 并联还是串联 并联 并联电阻要怎么算 并联电阻要怎么算 R分之一 要等于RL分之一 加上RL分之一 有这个 这每一个是一公尺 那就是L倍的RL 对不对 L倍的RL 所以R要等于什么呢 RL over R over L 注意啊 它是这个东西 好 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种题目 那么我们再看 估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说这个是什么呢 是一个四分之一的一个washer 就是电圈 我们要数这个螺酸的时候 不是有一个电圈吗 对不对 一个电圈 它不是整个 它是四分之一个 这是用金属做的 用metal做的 我们假定它的 这个 电传导系数是sigma 那么它的内半径 这个半径 是a 外半径 是b 是b 那么它的后呢 是h 它总有h后 h后 它的厚度是这么厚 厚度是h 从这里到这里 h后 那现在 我们要问 如果 我知道这个面上面 这个 从这个面到这个面 从这个端点到这个端点 求两端 之间的 电阻 两端之间的电阻 那你现在要怎么做 我们知道这个 电流啊 电流是从这个地方 流过来 从这个地方 流过去 ok i 是这样子流发 那你现在 怎么求这个 电阻呢 我们可以啊 你可以用它 因为 这等于知道 你 等于知道它的结构 还有它的成分 对不对 我们可以用这个 积分来做 你们自己做做看 我们今天用另外一种方法 另外一种方法 我们 说过 这个时候的 它这两端啊 你看 你看这一端 电位保持一定 这一端电位也保持一定 电位啊 因为它是一个 到底它的界面 电位保持一定 我们假设 假设 这个地方的电位 假设这个地方的电位 是V0 是V0 这个地方的电位 V等于0 这个是V等于V0 那我们现在可以呢 用边界条件 来求当中每一个界面的potential 可以求这个potential 那 这个是一个什么问题啊 就是 求电位 用边界值 来求电位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什么 Laplace equation 来解 对不对 Laplace equation 我们可以 我们现在假设 我们假设 这个是 X 这个是Y X等于0 面上 V等于V0 然后X Y等于0 的面上 这个就是X等于0 这个面 这个面呢 是Y等于0 V等于0 好 我们用边界值 来做 那现在呢 我们就用这个 圆柱坐标 我们的FY FY是从这个地方算过去 FY FY角 死边在这里 死边在这里 那你在任意一个界面呢 它的角度就是FY 好 我们用这个 Laplace equation 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 圆柱坐标的 Laplace equation 写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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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知道 它这个电位跟什么有关呢 你看这整片 这个地方整片都是V0 这个地方的整片都是0 可见得它跟R没有关系 跟R没有关系 跟这个Z轴也没有关系 跟这个厚度 Z轴也没有关系 它的V只跟Phi有关 所以我们由 以知条件 得知 V仅仅是Phi的函数 Phi的函数 与R及Z无关 那我们现在就只剩下这一项了 你说这个 怎样 电阻的单位 这个是Omega 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RL的单位是 Omega over Meter Omega over Meter 那你说这个除一个L就变成Meter平方了 不是不是 这个Meter是什么东西啊 单位长度 单位长度是这个 对是这个 RL 每一米是这么多 那你现在这个是什么 是一个病链嘛 病链是这个东西嘛 R分之一 我们用这个来看 这个是等于Meter 这个是什么 Om Om Per Meter 那还是 这个单位还是有问题 我看看 奇怪 这个单位 嗯 没的哈 10公尺 L公尺 我们等等再考虑这个哈 这个没有错 我刚刚讲这个没有错 我们先讲这个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 我们就解这个就好了 Laplace V 现在是 只跟这个 Phi有关 是R平方分之一 然后 Parsure V OverParsure Phi 这个 要等于0 对不对 好 我们 带入 边界条件 好 边界条件 我们现在把它写成这样 我们现在把它写成这样 V等于0 这是Phi等于0的时候 它是等于V0 当Phi等于2分之Pi的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要按照Phi来写 刚刚是这么写 现在按照Phi来写 Phi等于0的地方呢 Phi等于0的地方就是这里 Phi等于2分之Pi就是这里 好 好 我们 我就不仔细写了 因为我们这种 一维的我们都解过 好 我们解的 V5 要等于 2V0 Phi Phi 乘上Phi 这个是我们解出来的Potential 解出来Potential 好 那么Potential我们知道了 那我们可以解什么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我们知道 1是等于 负的 Gradient V 然后 J Current Density Current Density 是等于Sigma1 这个是利用 欧姆定律 好 我们就把这个带进来 就变成负的Sigma Gradient V 好 那么 我们就把这个 做一个 偏微分 对Phi来做偏微分 它就等于 它就等于负的 Phi Sigma 1 2分之1 Partial V over Partial Phi 好 我们把这个 对Phi来做偏微分 就是它了 因此我们算出来的结果 就是 两倍的Sigma V0 over Phi R Phi OK 什么 电圈 电圈你不晓得 你锁螺栓的时候 螺栓是不是要套在一个 不是螺帽 电圈就是电圈 螺帽就是螺帽 这样的一个东西 金属做的 你那个东西套进去 再锁 它不是接触的面积 比较大吗 对不对 不会只有这个 头那么大 什么 不是 它现在 这个地方接到V0的地方 这个地方接到0的地方 它就有电流 对不对 谁说电 谁说这个 这个这个 金属一定是等位 你有电流的时候 potential就不一样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 J求出来了 我们主要要求R 我们主要是要求电阻 电阻是等于什么东西呢 电阻我们可以用这个 V over I 来做 V over I 来做 你现在知道J了 你就可以求它的电阻 求电流 电流 电流 电流是等于 J dot DA 那现在J就是说 你在某一个 Phi角的时候 某一个Phi角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 Current Density 是那个 Phi角 这个是Phi角 Phi角是这个东西 那这Current Density呢 你要存上这个 这个面啊 对不对 你要存上这个面积啊 那这个D A 我们怎么取呢 D A 它就变成 D A 你看这个地方是H 那这个地方呢 是 我们用DR 因为这个是R 这个是R 这Current Density 跟R有关 跟R有关 因此呢 我们不能够取整个的这个 我们说在R的地方 再取一个DR高 这个是 DR高 OK 那这个是 DR高 那就是H乘上DR 好 我们干脆把它 写成这个 向量好了 方向也是朝 是朝负的方向 方向朝这一边 好 这两个 因为这个也是这一边 负发 我们也取这个负发 所以这个I呢 这个时候 它就等于 2 Sigma V0H Pi 这就等于 这个积分就是 Log B over A 所以这就等于 2Sigma HV0 Pi Natural logarithm B over A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 Ampere Permeter 这个是Ampere Ampere 好 最后我们就求电阻 电阻我们就写在这里好了 R等于V over I V我们知道了 V就是这个 被I来除 被I来除 好 那它就等于 2Sigma H Natural logarithm B over A 分子Pi 欧姆 OK 好 这一题就 我们也可以说 解这个 Laplace equation 把V解出来 然后再 用V来求电场 电场就可以求它的 Current Density Current Density 求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 求电流 电流求出来 就可以求电阻 这是 这种 方法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 它每一公尺 是 有这么多电阻 每一公尺 这么多 这么多欧姆的电阻 每一公尺 好 现在我们就是有 我们有N个 病连 病连的R分之一 要等于这个 所以它是等于L倍 如果有L长的话 这每一个是一公尺 一公尺 它不是十倍 不是十倍 因为 它是病连 病连的话 你应该要算它的 导树之河 导树之河 导树之河的话 那这个就 这个是写什么东西 我们就放到这里就好了 R就等于 R L OVER L 它电阻变小了 你知道吗 病连的时候 电阻病连的话 它的电阻 变小了 变小了 OK 这个是没有错的 没有错 你再回去想想看 它的单位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里先不讨论它 我们赶快看下面的一个例题 下面这个例题是这样子的 好 好 好 这个是D 我们在地下 现在我们埋进去一个半球形的导体 这是Good Conductor D呢 Ground是一个Pool Conductor Pool Conductor 好那当然电流从这里流出去了 流进去了 然后呢就从这个表面呢 要流到这个 地下去 那现在我们要问 这个时候 我们求这个时候 这个系统的电阻是什么 这个系统的电阻 就是电流从这里 一直流到无限远的地方去 就流到地下就对了 我们要求 求这个系统的电阻 怎么做 嗯 怎么做 好 好我们可以这样子看 我们说这个 也可以用这个 电位来算 电位 用边界值来算电位 也就是说你这个地方 电流流进去 我们把这个地方当做 这个导体 这个导体 在这个界面上面呢 我们当做是一个等电位 因为这是对称的嘛 对称的 那么 电位都相等 它不是全体等电位 就是这个 这个 表面等电位 然后呢 它就 电流从这边传过去 它这个电位 传到这个导体以后 我们也把这个 导体呢 当做一个一个的 这样子的一个半球面 不过半球不断的扩大 半球不断的扩大 到这个为R的地方 那 这个地方的电位是多少 半球为R的地方 它的电位是多少 我们当无限远的地方 电位当做0好了 这个地方是V0 我们要解这个 解这个 Laplace Equation 好 好 那 我们 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另 为V0 那 无穷远处的 电位为0 好 我们就 解这个边界值的问题 我们这个时候呢 用这个 圆柱坐标 圆柱坐标 不是用 用球坐标 球坐标因为它现在这个 对球状对称 所以它跟5没有关系 跟5没有关系 那么它只跟5跟θ都没有关系 跟5没有关系 跟θ也没有关系 那只跟什么有关系 只跟R有关系 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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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至条件 得知 v呢 仅仅是R的函数 与θ 其5无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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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就 Laplace Equation 那现在我们只要写出 这一部分就好了 Parsure Over Parture R R平方 Parsure V Over Parture R 等于0 好,这个我们以前也解过 对不对 我们就 我们就把这个 边界条件带进去 那么R等于 边界条件 V要等于 V0 这是 R等于 A的时候 V等于 0 这是当R Approaches Infinity 好,代入 我们就解得 V R 要等于 A V0 Over R 好,解出来了 AV0 Over R 其实我们 我们还是用这样的一个办法 你要解电阻 电阻一定等于 I V Over I V我们有了 I 在任何一个表面的I 在任何一个表面的I 我们怎么样子求 好,那么我们 这个地方就是说 你可以这里 其实我们 我是赞成 慢慢来 就是R要等于 V Over I V有了 对不对 V有了 那么I呢 是等于 CurrentDensity DotDA的积分 那我们把这个积分 积出来就有I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求这个 我这里没有把电阻给求出来 好 I是等于这个 V等于这个东西 我们先这样子算好了 这个V 如果 我们想想看 假如你这样子算 行不行 行不行 你现在不知道CurrentDensity 对不对 根本不知道 所以你没有办法 从这里算出I 然后带进去 好 那我们说 你要知道CurrentDensity 才知道I 但是你要知道CurrentDensity 你要先知道什么 知道电场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 用这个做 一要等于 Sigma分之一 的CurrentDensity CurrentDensity 那这个CurrentDensity 可以等于什么呢 CurrentDensity 好 问题来了 因为这个都是对称的 所以当电流流下来的时候 这个都是无限大 我们当作理想的状态 无限大 那么 它的CurrentDensity CurrentDensity 一定是什么 圆着半径的方向 圆着半径的方向 这个也是圆着半径的方向 这个也是圆着半径的方向 这个是CurrentDensity 我们由对称 知道 那么这个CurrentDensity 一定大小都一样 大小都一样 所以CurrentDensity 是这个 那么CurrentDensity 而且它的I 这个I经过 任何一个界面的电流 都是I 所以这CurrentDensity 就等于电流 被这个界面来除 所以这个就等于 它的方向是朝R的方向 R的方向 这是I 被 它整个球面是4πR平方 那现在就变成2πR平方 这样子的 然后这里还有 这怎么会 这Sigma我怎么写R Sigma分之一 所以这个就变成R 乘上2πSigmaR平方分之I 电场等于这个 好 有了电场 我们就可以求这个 这个地方的电位 电位 当然电位 也等于这个东西了 我们从这个积分来做 它是这样子的 E 乘上R 本来是E.DL E.DL 从A点到无穷远 没关系 那这个就可以写成 E乘上DR R从A到无穷远 好 那我们再把这个 那我们再把这个 E的值带进来 A到无穷远 这个是2π SigmaR平方I SigmaR平方I 分之第二 好 要等于 这个积分就是 负2分之1了 所以它就等于2π SigmaA分之I 好 我们又知道 V在2等于A的时候 我们有2 我们这里写一下 第二是我们知道 V的A是等于A V0 over A 是等于V0 然后我们 从这个式子 从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I 我们从这里 那就是I over2πSigmaA 要等于V0 2πSigmaA等于V0 那么V呢 看看我们就把这个AV0 V0就是这个东西 V0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就等于0 好 把它带入 第二是 我们就得Vr Vr就是等于这个 乘上A 被R除 就变成2πSigmaR分之I 这个是 我们当作第三式好了 在R 半径等于R出的电位 等于这个东西 所以 所以系统的电阻 V0 等于V0 等于V0 就是我们从这里开始 反正它等于电压 吴兄元是零 电压被电流来除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成 这个被I来除的话 这个A嘛 这个被I除的话 它就变成2πσA分之1 I跟I约掉了 电阻就是这个 这么多欧姆 好 现在我们要问了 当你这边有一个电线 有电流通进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都有电厂 你看我们不是求出电厂来吗 电厂跟R有关吗 任何一个距离这里R远之处都有电厂 这里也有电厂 那我们人走路当然是在这个地面上走 你不可能钻到地底下去走 好 那么如果你有一天 站在这里 两个脚有一个距离 那么左脚跟右脚之间就有一个电位差 有个电位差 那这个有电位差就会有电流 那这个电流从你身上经过的电流 对你会不会构成 构成危险 那我们要看看你这个电压多大吗 电压多大吗 我们两个脚顶多半公尺 对不对 如果我们假设一公尺好了 左脚跟右脚差一公尺 那这个电位是多少 那这个电位如果只有一伏特 那没有关系 如果到几千伏特 那就要小心了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说 如果若有一人站在地面 据这个半球星 球星阿尔远处 两脚 二脚尖至电压 现在球 二脚尖至电压 两个脚之间的电压是什么 好 我们怎么求 我们已经知道V是等于 我们知道这个电厂了 从这里 导体表面在这里 那这个电流就流到地下去了 对不对 我们假定流到无限远处 那从这里到无限远 整个大地 电阻是多少 OK 什么 不包括不包括 不包括 OK 你说什么 V0就是最开头 最开头的电压是V0 这里电压是V0 我们知道这里电压是V0 你用I也可以 你用这个也可以 你用随便一个V也可以 V也可以 你用V也可以 V被I除呢 V如果被I除 就是从 从那个地方到无限远之间的 但是我们用V0就是全部都包过了 比如说你现在这个系统 系统 是不是从这里一直到无限远 是不是 如果你从V从这里算的话 你不是从这里到无限远吗 最开头 这才包括全部 那现在我们求这个电压 这个电压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 DELTA V 我们可以让它等于E 本来E.DL 比如说从这个 从第一点到第二点 我们可以把这个就化成E 乘DL 第二 因为这个E是半径的方向 从这个R1到R2好了 好 我们把E带进去 电厂带进去 电厂是多少啊 2PiSigmaR平方 2PiSigmaR平方 分之I 乘上DR 那这个是从R到R加DeltaR 好 我们把这个 这个做出来 它是等于这个 你们 我直接写最后的结果 你们去积分 可以化成这样子 我这个 我这个 我这个有没有写错 我看看 我这个写 这样 R等于1米处 好 然后这个距离为0点 0.75公尺好了 0.75公尺 好 我们将 R等于R等于1公尺 DeltaR等于0.75公尺 带入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另设 Sigma 这是地上 土地的电传导技术很小 很小 它是一个Pool Conductor 如果我们进去的电流 是1000个安培 1000个安培 那我们可以得 我们得 DeltaV等于多少呢 6820伏特 左脚跟右脚6820伏特 有没有危险 有没有危险 很危险 所以 你走到这个 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会有电流通下去呢 你看看 你走路的时候要小心 看看有没有电缆掉下来 或者是电线杆的旁边 你千万不要 不要随便去 我们有时候 记得我小时候走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那电线还在电线杆上面 现在你看不到电线杆 以前 小学 放学回来 在路上走 碰到电线杆 走上去摸一下 很危险 他如果 以前我在成大教书的时候 他夜间部 有这个 在职同学 在进来念的 他念夜间部 他白天就 到外面去工作 正好有这个 电力公司的 不知道是电力公司 还是电讯公司的 他有一天 一摸一个 那个 电线杆 结果整个人 整个人被电到了 电到以后 他这个截肢 手都被截肢截掉了 所以我们 碰到电线杆 不要随便乱摸 有时候你可以听一听 他会有声音 如果电压很高的话 你会听到 他这个声音很大 我们通常都不晓得 不晓得有声音 有一次 我也是好玩的 做一个这种 做一个线圈 比如说13579是正电 24680是负电 因为家里的蚂蚁太多 我就准备让蚂蚁从那里爬上去 吃东西 然后两个脚 一个在 单树 一个在 双树 就 就垫死了 对不对 蚂蚁也不去 因为它听得到这个声音 听得到这个声音 我们听不到 它听得到 那我们所以 就说 养成好习惯 不要随便乱摸 然后你要去 工作的话 有电的话 有电的地方 你的脚 要穿那种 绝缘的鞋子 平常的球鞋不太好 因为你流汗 流进去 它里头吸了汗 汗是一个电解质 有时候会漏电 那么有一次 我教电机器的 普通物理 那时候我正是 我们辅导中心 我那时候做辅导中心主任 正在开会 讨论一个学生的 违规的问题 突然一个学生在外面找我 我说什么事啊 很紧急啊 我看他脸色苍白啊 他说老师我刚刚触电了 你怎么会触电 他说我在舞台上 要弄电线 他们那天大概有节目 那个电线是220的 不晓得怎么搞的 他说一道 看到一道光 从这里进去 从这个地方出来 还好从这里出来 不是从这里出来 他人就不舒服了 他本来心脏就不太好 这一触电 心率不整 他说老师 我想回去 因为我又是他的导师 那时候还没有物理系 我是电线系的 我是电线系的老师 我说好 那你赶快回去 因为我里头在开会 我没有办法 多叮咛他 结果我回家越想越不对 他这个心率不整 坐火车 那时候火车 没有现在的高铁 咚咚咚咚咚回去 在帮路上出个什么事 怎么办 那我赶快打电话回去 打到他家去 看他到家没有 结果是他接的电话 我才安心下来 所以你们要很小心 你要去做这个 接电线 或者在舞台工作 你绝缘一定要绝缘好 你要看好 电线它只有一条是火线 有一条是接地的 接地那个就是没有电压的 你手摸到火线的话 它会导电 不过你绝缘好就没关系 比如说你站在这个 木头坐着两层的这个 这个床上面 你去摸火线都没有关系 因为你绝缘了 它不会从你里打出去 好 我们再来做一个 由这个题目 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我们可以看下面这个题目 就很简单了 这个电流 这个就是这个电流 你说什么电 交流电流 漂移电流 没有什么漂移电流 就是漂移速度 没有漂移 电流都是由漂移 电子的漂移速度产生的 它不是电子运动的速度 电子运动的速度 跟我们气体运动一样 那个快得不得了 电子被电厂推动的时候 它那个漂移速度 只有用millimeter来算 好 我们现在再看一个立体 我们看一个 看一个地面 它有两个半球 两个半球 这两个一样大 我画的 画的一大一小 好 有两条电线 一条把电流通进来 一条电流从这个地方流出去 做一个cycle 做一个cycle 电流从这里流进来 从这个地方流出去 那这个半球 那这个半球是A 这个半球呢 也是A 也是A 好 那么 这两 这条线呢 之间的距离啊 是低 是低 那么我们好像是在这个地方啊 加一个电流 加一个电动式啊 让电流从这里流进来 从这个地方流出去 好 那我们要问 随便找一个地方 P点 那P点距离这个地方的长度是R R 我们说假设 R远大于 不 D远大于R 就这个D啊 很长 两个距离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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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求P点 就两电极间的电阻 两电 就两个电极间的电阻 我们就说这个很远就对了 这个D很远就对了 那么求 这个等一等 我们做的时候再假设 现在的电流不是流到无穷远 不是 它从这里流 流到这里来 那我们现在 怎么做这个问题呢 怎么做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假设这里有一个P点 有一个P点 我们先看 它要我们做的 求电阻嘛 电阻应该等于这个 等于电流 电压 我们假设这个是V1 这个是V2 这两边的Potential Difference Potential不一样 等于这个 好 那你现在 怎么 怎么求呢 我们现在就 就来看 我们说这个I是固定的 I是固定的 你要求电位的话 你要求这个电压 这里没有告诉你电压 那电压一定要用这个做 用这个做 我们说Delta V等于这个 你要求E的话呢 我们要用欧姆定律 我们就要想办法 用这个欧姆定律 等于Sigma J 好 那然后你求J J就用I来做 J用I来做 所以我们 从这里我们就发现 我们先求J J1 就是 第一个球里头出来的 这个Current Density 你怎么知道 这Current Density 这个时候是 是这个方向 你怎么知道 我们不是讲过 Current Density的边界条件吗 如果从这个 Good Conductor 到Poor Conductor 那在Poor Conductor 这边的Current Density 一定跟它的表面要 垂直 对不对 有没有讲过这个 有没有讲过这个 垂直 那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也是一样 那就是这样子 我们知道这是水质 Current Density 这是Current Density 现在我们要找一个P点 P点的话 我就不是画在这里了 我们要画在 另外的地方 我们就这里画一个半圆 半球 画一个半球 P点 OK 好 我们算这个Current Density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要跟这里垂直 因为从这里出来以后 都是同一个介质 所以这个是什么方向 这个是什么方向 这个就是什么方向 好 结一弯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做一个 这个画得太 OK 好 那么这个 这个是R 那这边就是R D减R D减R OK 好 那这个电流密度 就从这个地方进去 从这里进去 这边是J1 这边是J2 J2 好 我们现在取一点 取一点P 我们就简单写 如图所示好了 一切的数字 图上面都有 我们从这个Current Density 跟表面垂直的这个关系 我们知道 Current Density J1 它是等于电流 被它的 接面积 不是 被它的球面来除 那么J2 也是一样 J2 J2 它是流进去的 流进去的 如果这个是R 那这个地方的J 是往这个地方流 所以 所以以这个为 为圆点 那么这个R 它也是R的方向 它也是 这个J也是R的方向 它是I 被2π D减R的平方来除 我们有了Current Density 那我们 就可以知道 这个电场 电场是等于 这一点的P点的电场 我们写 J1 加J2 被Sigma来除 好 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就可以求这个 V1-V2 它就等于 e.dl from point1到point2 我们就当1好了 1,2 那我们就把这个值 带进来 J1,J2 就用这个带 它就变成 2πSigma分之1 A D减A 那这个地方就是 R 平方分之1 加上 D减R平方分之1 D2 好 我们把这个积分 积出来 你们自己去 去化解 它就等于 πSigma A 分之I 这个是 D远大于 A的时候 好 你有了V1跟V2 减V2 我们就可以求电阻R V2 O G2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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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D4 在做这个的时候,你要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个J是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是这样子的 J一定要跟导体,一定要跟这个界面垂直 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